美国所有主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总统奥巴马 以及张传辅教领袖达赖喇嘛 在星期四国家祈祷早餐会上露面的消息 时代杂志说奥巴马和达赖喇嘛没有直接会面 但是好像都从自己餐桌上向对方质疑 奥巴马总统在早餐祈祷会上致辞时 称达赖喇嘛是他的好朋友 并赞扬他是时时同情的强有力的榜样 曾经在2005年会见过达赖喇嘛 并就西藏和佛教问题与他常谈的美国西东大学荣誉教授杨立宇表示 他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对奥巴马总统理议中与达赖喇嘛的会晤提出过抗议 杨教授说北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相当复杂 北京说达赖喇嘛是分裂主义者 但是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也亲口对他说过 他不谋求西藏独立 只谋求西藏的高度自治 中国和达赖喇嘛的关系那就是相当复杂了 因为中国一向把达赖喇嘛当作一个分裂主义者 这是一个关键 达赖喇嘛公开否认他是一个分裂主义者 他一直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所要求的不是西藏独立是西藏真正的自治 不是形式的自治 现在西藏是有自治区政府 政府主席虽然是西藏人 但是第一把手书记 党书记还是中共的领袖 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达赖喇嘛代表到北京前前后后 差不多有二十几次对话 由北京的这个乌院的宗教事务局统战部接待 但是都没有谈出具体的结果 这是达赖喇嘛亲口告诉我的 关键就是中共认为达赖喇嘛是个分裂主义者 邓小平有一个名言 他说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谈独立 但是达赖喇嘛已经否定了 他是反对独立 他所要求的是西藏的高度自治 达赖喇嘛所强调的是 要尊重保护西藏的宗教自由 西藏的文化 实行真正的自治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 华人事务负责人 公嘎扎西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他收看了国家祈祷早餐会的实况转播 听到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的高度赞扬 奥巴马总统在演讲的时候 一开场的时候 第一个就讲说 我非常高兴看到达赖喇嘛 受邀参加提高发挥 非常高兴的看到能够受邀的这一位 西藏人的达赖喇嘛尊者 他是一位权威性的推动慈悲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对于推动慈悲方面 是具有非常影响的一个人 公嘎扎西说 达赖喇嘛受到多位美国总统的尊敬 其实当劳布什当政到现在 立即美国总统都会见了那个达赖喇嘛尊敬 而且奥巴马在2010年2011年以及2014年 三次会见参与 那会见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说 他们支持达赖喇嘛非暴力的抗争 以及支持达赖喇嘛鼓励中国政府 跟西藏的那个代表举行谈判 而且是西藏问题的立场 西东大学的杨立宇教授称道藏传佛教是和平的宗教 认为北京应当与达赖喇嘛改善关系 他对北京没有将与台湾改善关系的那种戾气 拥到达赖喇嘛身上表示遗憾 中共很会做统战 对台湾的统战做得多漂亮 你看中共跟台湾搞三通啊 两岸的交流都热络 几百万路克来台 两岸的贸易 台湾对大陆每年平均粗糙700多亿 可是中共就不对达赖喇嘛做统战 为什么不争取达赖喇嘛的支持 众所周知 北京历来对西方战要与达赖喇嘛的会见 或可能的会见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呆的采访报道